他从小销售员做起,白手起家打造了拥有700多家门店的餐饮界航母,他就是阿湘米线的创始人何勇。 阿湘米线各位应该都不陌生,他常见于各大购物中心的餐饮区。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在疫情的冲击下,很多的餐饮企业都遭受重创,但阿湘米线却还能稳住阵脚。 那么阿湘米线有着怎样的绝活,能够在疫情之下依然出力。 其创始人何勇又是如何从零做起,白手起家的呢? 本期创始人观察就来带大家走进何勇的创业故事。 何勇的个人资料并不多,他在90年代曾做过电器销售的行业。 起初何勇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业务员,但他有着颇高的商业天赋,在与客户谈生意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行情,并在1996年辞去工作。 自己创业 何勇的第一次创业是销售电器。 他因此赚到了些钱,但他也认为这种创业没啥前途,不如自己开店更加安稳。 于是不久之后,何勇就开了一家名为阿湘拉面的面馆,这也可以被认为是阿湘米线最早的前身。 拉面这种低成本的小餐饮,只要口味过关,老板勤劳,回收成本还是很快的。 在何勇的努力之下,他的拉面馆很快就为他收回了成本,还开启了连锁店,在当时的整个合肥都颇有名气。 但时间一长,阿湘拉面的弊端就逐渐暴露出来了。 这其实是一个餐饮行业共有的难题,那就是一旦开启了连锁店,那么不同的分店就势必会因为厨师、食材等原因导致品质参差不齐。 如果想要强行搞统一标准,成本就会直线上升。 而何勇不满足于只能在合肥这一座城里小打小闹,于是做米线的构想就被他提上日程了。 何勇认为餐饮想要发展壮大,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是走成高端路线,将所有的店面都吃重金打造成高端店铺。 另一条路就是像肯德基麦当劳一样搞去厨师化和标准化。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此时的何勇也明白,自己是玩不起高端餐饮的,于是如何去厨师化就成了他首要的目标。 最终,他将视野锁定在了米线上。 何勇希望将所有的店铺都打造成肯德基那样的,不需要厨师,有全国统一的配方和半成品的快餐。 而米线就是很好的选择,并且他认为米线与拉面比较相似,自己此前的经营经验也能派上用场。 然而,当何勇真正开始尝试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有些草率了。 首先,就是何勇手下的人集体不支持,他们认为放弃已经做出规模的拉面,去搞从未涉足过的米线是个相当冒险的行为。 因此,很多人都劝他放弃这个念头。 其次就是何勇真正尝试做米线之后,才发现这玩意和拉面虽然看着像,但工艺上有本质区别。 如果想做好味道,还得投入不少资金来学习和改进配方才行。 但何勇最后还是选择了坚持,据他回忆,在改革最艰难的阶段,他的公司每个月的进账只有几百块钱,基本上全靠着以前攒下的老底在死撑。 为了做出能让消费者接受的米线,他跑遍了各大城市,到处请教米线的工艺和配方,期间他几乎一日三餐都在吃米线,只为了筛选出最合适的口味。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何勇成功研发出口为合格的米线产品后,去厨师化和标准化的威力,就让他的阿湘米线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 在2000年,何勇正式创立了阿湘米线这一品牌,一个餐饮企业只要开始了标准化和去厨师化,并且能够被消费者接受的话,其发展速度就能够飞速提升。 而何勇此前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在他坚持不懈的尝试下,阿湘的口味过关了。 但是,如何让消费者们接受阿湘米线,可不只是味道做好就行的,在店铺和商品的定位上,何勇也显得相当智慧。 首先,何勇对阿湘米线的产品就做好了定位,那就是中低端快餐,阿湘的价格普遍不贵,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子。 但在店面上,何勇却坚持要在最繁华的购物中心里开设,这样才能让阿湘这一品牌能够得到有效宣传。 在何勇的组合拳之下,阿湘米线开始了快速扩张,很快就走出了合肥市,先后在安徽的数十个县市里扎根,随后又走出了安徽,走向了全国。 在阿湘米线打响名气后,何勇也开始布局阿湘米线标准化的另一环了,那就是建立工厂,为全国的分店供应统一标准的半成品来做到全国门店的口味保持一致。 这种做法本来是标准化快餐的一个常规操作,但正是这个举措,让阿湘米线在日后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面前,依然保持了坚挺。 2020年新冠疫情突然爆发,整个餐饮行业哀鸿遍野。 起初阿湘米线也因此受了不小的损失,但何勇很快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那就是外卖。 由于阿湘米线本来就是去厨师化的快餐,这让其做外卖相当方便,疫情导致的餐饮门店消费减少的同时,也让外卖的消费量提高了起来。 于是,靠着便捷的半成品和统一配方,阿湘米线靠着外卖在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面前依然能够挺立。 如今的阿湘米线全国门店已经有了700多家,整个集团的员工数量更是突破万人,在餐饮领域已经成为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但近年来的疫情还是让阿湘米线的门店扩张暂时放缓,那么大家认为,阿湘米线能否在这场摧毁无数餐饮企业的疫情风波中幸存下来呢?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请为我点赞转发你的每一次鼓励,都是我做出更好内容的动力。